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 广州城队在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队的比赛 现在呢对于金门虎来说 这几轮最大的一个损失呢 就是打河北的那场比赛罗萨受伤 这个球直接打向了球门进脚 很有威胁的一角攻门 来自于球队的队长30号王秋明 这球打得很突然 哎呀指点的作用有 你看这个球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贝里奇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顺势回座 然后巴顿内切 这叫射门打得其实是非常的舒畅的 看吉利尔没啊 内切调整 左脚打远端 这球打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二十二分钟 广州城队持续不断的右路的攻势 终于是给中路经营的球员创造了杀机 张宫大范围的长船转移 到了边路 李提香 传中球给远端 投球关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三十一分钟 宋文杰再下一程 刚刚还说今天是不是能够有广州城队的球员 在进球方面突破一个 结果宋文杰做到了 贝利奇和吉利尔没 两个人的言辞比较激烈 宋文杰等待着自己的队友进到位 这球直接打中间哦 我这个传接球的配合确实打得非常的巧妙啊 值得竖大拇指称赞 投球攻门 这球顶在了边网上 贝利奇这个投球还确实看起来挺有威胁的 给到外围 梅里达没有起脚的空间 这个时候直接起脚打门 球发生了偏转 罗萨一对二 甚至一对三 球还在他的脚下 起脚打门 罗萨决定自己单干了 但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这个球直接打正 任球没有能够打起来 进去那个第一落点 姜一红把球顶出来 与此同时主裁判马宁 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对于广州城队来说 这确实是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比赛